USDT已经和比特币变成了一个 锚定的关系 假如比个例子 大家觉得USDT快崩盘了 那第一时间 大家就会把USDT换成比特币 让比特币就爆拉一下 如果比特币爆拉 结果的是什么呢 人们发现比特币暴涨 那中国人又得去 就抄底 就是追涨啊 中国人抄底不会 追涨肯定会 那追涨怎么办 就得去场外去用人民币换USDT 那USDT就又不够了 本来要崩盘的USDT 马上变成7块1 7块6 那你人们不疯了吗 最高的时候还7块9呢 之前 7块1 7块2也是正常价格 所以这个USDT的 每次快爆雷的时候 就比特币就爆上 然后USDT就不停的增发 增发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人民币进来以后 很难再变回去了 你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人民 就是中国用户 大部分进来 变成USDT以后 发现USDT这么靠谱 他就不换成人民币了 中国用户 中国的就是 就是说相当于是 中国有大量的这个 60 我跟你说60亿的概念 60亿乘以7 420亿人民币 的钱 你就理解这全中国的钱吧 大概吧 因为就是未来的规模 如果到100亿 人民币至少占六成 是吧 那就说420亿人民币 现在已经换成了 在币圈里赚了 420亿什么感觉 没多少钱 是吧 但是这就是币圈所有的钱 几乎是币圈所有的钱 现金就这么点 All in比特币 这逻辑是什么呢 All in比特币的逻辑是说 你假如你啥都没有 你只能All in比特币 来博弈打的 是吧 我为什么说 你就是没有比特币的人 一定要买一个 你哪怕买一个 All in 你就买一个 也对于很多人来说 已经找All in了 对吧 只买一个 就是说 比特币一共2100万个 我找 我实际上这个总量 虽然是2100万个 但是 已经挖出了1990 1900万个了 1900万个里边 丢了的 大概就丢了的 陆续的每年还要丢1% 已经丢了的 还有存在那里不动的 大概就900万个 也就1000万个 1000万个在全球交易所里边 是多少 一共在全球交易所里面的 把Coinbase算上 把币安算上 把火币算上 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放着的 能占20% 也就是200万个 对吧 币安冷钱包的数据 就是公开的嘛 Coinbase 火币 是吧 大家上 夹在一起200万个比特币 冷钱包里的 剩下的冷钱包的 就是无数散户里手上的 而比特币市值 就占全球总数字 货币市值70% 是吧 然后呢 你就看嘛 就是说市场上的人 无非真正的玩家 就持有两种资产 一种是USDT 一种是比特币 其他的都是赔玩的 包括我做传销进来的人 也是赔玩的 就是赔玩的 我不 我就说如果是没有 如果是想博一把 就穷脚丝 就像我之前在北漂的时候 想靠比特币赚一笔大钱 的人 一定是 说哈 玩 就全是比特币 all in比特币 但是呢 如果 你已经 通过比特币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 是无法去 是无法去 all in 比特币的 就算我也无法 因为比特币 咱有一家的人 还有一个 不只是我一家子 我 我现在就说 还有我自己的三个孩子 我自己的 四个老人 这只是我自己的小家 我还有大家呢 因为玩比特币 赚了钱以后 我还有亲戚朋友 七大姑八大姨 也十几二十号 十几二十个家庭 啊 也需要我 那我不能选比特币 他们需要借钱的时候 需要用钱的时候 都要用人民币 用稳定币吧 对吧 你单 你不单家 不支柴米油盐柜 所以就大家 还是应该是 做一个最低的风险控制 就是天塌下来 你还是不会回到原点 不会变成穷人 所以一定会流出 大量的美元先进来 但这钱一定不会 用来抄底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能买银头涨 不买银头跌 如果跌下去 比特币在2020年 无非就是这么回事 要不暴涨 要不就是黑天鹅暴跌 你看今年就是这样 暴涨又完了又暴跌 你看 20 不是2020 2019年之后 一大大卡的一嗓子 暴涨 是吧 瞬间就12000 7000到12000 那就一天的时间 没有一天 绩效值的时间 就上去了 是吧 把所有空军都爆掉了 因为上面的单子 卖单全撤了 大家以为 马上DSAB就出来了 马上区块链就爆了 马上比特币暴涨了 是吧 在没有任何利好情况 就这一条新闻 就暴涨了 是吧 但暴跌呢 今年的股市暴跌 黑天鹅 疫情来了 现在美国是已经 马上明天就应该 100万 100万人中招了 确诊了 是吧 全世界加在一起 270万人了 对吧 就是这个数量呢 是听着挺多的 其实死亡人数并不多 因为全世界每天生25万人 死15万人 全世界76亿人 对吧 其实这点人 就是生死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死了 就是死的人数肯定没有生的多 对吧 就是就是我不是判断吗 这个疫情过后 全世界人口肯定能到90亿 啊 大家说我这个吹牛逼了 我说五年嘛 五年到90亿 为啥呢 你在家里都憋着能干嘛 对不对 像我们这都有 有老婆的孩子 有老婆 有老婆的人 那在家里憋着干啥 不就那点事吗 完了不就是 哎 人就生呗 全世界人 76亿人都窝在家里头 那最后就是生养呗 生生不息呗 最后就跟那个 美国的baby bone一样 二战以后 美国产生了一大批的这个 就是就是红利啊 人口红利啊 对吧 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all in比特币这件事情 对于币圈里边 有很多 就是已经财务自由的 或者像像币安这种的 就长鹏合一这样开公司的 那必须手上留现金 现金为王 比特币 我在这个点上强调一下 比特币不是现金 不是现金 比特币 是博一个涨的 现金是恒定价格的 对吧 就是就是暴涨的这种机会 是拿着比特币 等着它暴涨 对吧 最近比特币 它已经涨了这么一大波了 是吧 从3000一直回涨 涨了一倍了 但是你也别忘了 比特币的价格 现在不是现货决定价格了 现在已经期货决定价格了 对吧 我看BN的Future上线了 这个各家交易的全是 对 学bitmax模式 对吧 学bitmax模式的最后的结果 就一个结果 就是 全部期货决定 现货价格 当时 当那天啊 如果bitmax不熔断 直接就跌到1000美金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代表了多少个家庭要完蛋吗 多少个水电站 里边矿机 都有关机吗 就是那种黑天鹅事件 一旦发生 是挺恐怖的 挺吓人的 你知道吧 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是预测啊 上奖的一个人啊 就是我的人设已经定在了这个人设上 大家老觉得我就是说比特币一直涨 比特币一百万 我就是说比特币一直是预测的一个人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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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人设